可以赶紧到我们的 你是我的荣耀当中 去寻找最后的答案 那我们也请两位 拿着这个 拿着就好了 好吧 我们拿着这个图姑 一起来拍一张情侣照 来看向中间的摄影师 来 三 二 一 这就是我们 高田情侣照的瞬间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get到这个 乔青青上身了 已经开始拍大片了 好的 大家还满意吗 满意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 抠一好不好 现场的观众 也可以给我们两位 一些掌声 再次的谢谢两位 给大家带来 这么高田的瞬间 来 两位我们回到舞台中央 我们也请工作人员 帮我们撤一下道具 来 那刚才 第一个这个考验 是我们的心动的这个动作 第二个呢 是我们心动填控 接下来我们会在大屏幕上 来播放三段 你是我的荣耀的超甜的片段 那 好 来我让一下 这些 视频的片段呢 会随机地停在某一个人的 这个画面上 然后停在 这个人的画面上这句话 比如说停在了乔晶晶的画面 这句话是你台词 我们就要请 于途来作答 把你的这个台词 写在我们的这个答题板上 就是要写出对方的台词 好不好 看一下 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 我们剧当中这些 高甜画面当中的经典台词 那 准备好我们来看一下 正前方的 屏幕 请看第一个片段 好 来 请作答 我们的画面是 非常快地定格了 热巴也是迅速地就作答完毕 来 杨阳 看一下 好 来 我们两位 两位写的都是好久不见 这真的是记得非常地清楚了 所以当时这个场景 跟大家再说一说吧 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然后是从毕业之后 就从来没有见面 对 十年之后的 对 对 这一次见面 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热巴也是这个答案了吧 对 在家楼下 在家楼下 OK 更加具体地讲出了地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好久不见呢 请看大屏幕 好久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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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确答案就是好久不见 这明显是一个solo的PK 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团战 非常有默契 好 第一题 全都答对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片段是什么呢 请看大屏幕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很厉害 好 来 这个 这句话是于途说的 所以我们要请热巴来作答 看他能不能记得这句 好 来 这个 这句 这大家非常迅速地在 你这么聪明 你说什么都对 是这样的吗 杨阳你觉得这句话对吗 你想一下这句台词 你当时说的是这句吗 对 对的 你这么聪明说什么都对 来 我们看一下 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这句话呢 请看大屏幕 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都会很厉害 你这么聪明说什么都对 第二题也顺利地通过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个片段会是什么呢 请看大屏幕 以往我想流速 过分吗 过分了 过分了 来看一下 说出来吧 要说出来是吗 对 行 不过分 你这样 我很喜欢 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这句话呢 请看一下大屏幕 以往我想流速 过分吗 你这样 我很喜欢 恭喜 三道题全部答对 非常的有默契了 所以这个场景 这么过分的场景 跟大家来还原一下 当时这场戏在讲一个什么样的 氛围跟故事 后面好像是剪的 不是一起的 后面那个片段 不是在一起 后面那是另外一个片段 对 所以当时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刘宿 关于刘宿的故事吗 对 大家往后看就知道了 应该也快到了呢 快到了 对 好的 谢谢我们工作人员 今天真的是在现场给大家这个抛了很多这高田的瞬间 但是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多的包袱 我们都可以到你是我的荣耀当中来寻找这个正确的答案 那其实我们在手里也收到了这些VTV的用户的一些提问 其中有第一个问题要来问一下杨阳 他们想说你知道什么是BG感吗 BG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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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走路带着音乐吗 出场带着音乐 是的 是BGN 那是BGN 对不起 小了一个人 对不起 BG感是什么 最近其实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超话当中也都在说 所以 问我 对 我当然知道 那你说一下嘛 什么是BG感 就是很有感觉的一种感觉吗 很有感觉的一种感觉 你想蒙混过关吗 是不是 BG感其实就讲的是这个 boys and girls的这种 在一起两个人特别登对的感觉 就很有感觉的感觉 你这么好看说什么都对 好来 第一题 这个是我们VTV用户说的 然后大家还说 你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开始说自己是迷途女孩了吗 你有看到很多人自己是迷途女孩了吗 我看到一些 因为我工作人员也会跟我说 而身边的朋友也会跟我们说 他们现在在追剧 对 都已经变成了迷途女孩了 所以有看到大家的呼声 接下来我们VTV的用户要来问一下热巴 就说我们VTV用户经常说 晶晶一出场就带着明媚感 所以你怎么来理解这种明媚感 因为乔晶晶她的这个角色的人设 是一个大明星 她本身就活在一个非常明亮的地方 然后再加上她的名字晶晶 这两个字就像一个太阳一样 对 所以就自带明媚感吧 好 所以杨阳你怎么理解 乔晶晶的这种明媚感 我觉得对 你这么聪明说什么都对 大家真的是 这句话非常的好用 你这么好看说什么都对 但其实真的是 我相信追剧的各位观众都能感受到 乔晶晶一出场 以及跟我们于途在一起 会散发出这种温暖的明亮的感觉 好 那